2017年暑假的一天 高叔红在家整理出国签证所需要的材料 老公李红的一张银行流水单上 他发现一笔支出有问题 半年前 李红在济南亚太明珠房产销售中心 支付了70万元购房款 自己家从来没在这个小区购置过房产 也从没听李红说过想要购置房产 为何会有这笔支出呢 高叔红隐约感到老公有事瞒着他 决定等老公回家梦得明白 第二天凌晨李红才回家 高叔红问他 你什么时候在亚太明珠小区买了房子 并且支付了70万元 李红愣了一下 神情有些不自然 嗨 那笔钱是给李红买房子的 李帅快上小学了 需要学区房 他跟我开了口 我一想这几年除了工资 也没额外给过他什么 就答应帮他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李伟是李红的亲弟弟 李红经营一家建筑公司 这么多年 李伟一直跟在李红身边 算是他的司机兼跟班 高叔红知道 李伟的工作并不辛苦 老公给他开的工资也不低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买套房子当做报酬 更何况他和李红结婚多年 就凭李红刚才回答问题的语气和神态 他就感觉不对劲 第二天 高叔红带着结婚证 李红的身份证和那张银行流水单 来到亚太明珠房产销售中心 向工作人员解释 他老公半年前在这里消费了70万元 现在办出国签证 需要一份购房合同的复印件当做复件 工作人员看高叔红证件齐全 李红确实在这里消费了70万元 就从档案中调出那份购房合同 复印了一份交给高叔红 一看购房合同 高叔红吃了一惊 购房人一栏的名字既不是李红 也不是李伟 而是一个叫段小杰的人 对于段小杰 高叔红并不陌生 据他所知 段小杰是李红的前女友 两人出国对象没有结婚 却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李帅 一年前 段小杰到法院起诉李红 要求孩子的抚养权归他所有 李红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现在看到购房合同上写的名字是段小杰 高叔红有些疑惑 如果老公想要送套房子给弟弟 应该写李红的名字才对 如果李红出于弥补心态 想送套房子给前女友 那为什么要用哥哥的钱呢 高叔红百思不得其解 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一天 李红从外面应酬回来 喝得烂醉 倒头就睡 高叔红用李红的指纹解锁了他的手机 发现了他和段小杰的微信对话 总算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段小杰根本就不是李红的前女友 而是李红的情人 两人在微信中以夫妻相称 更让高叔红无法接受的是 李帅不是李伟的儿子 而是李红的儿子 高叔红清楚 仅停聊天记录并不能说明问题 他强忍怒火 把李红和段小杰微信聊天 偷偷跟踪李红 一探究竟 第二天 李红下班后 静止来到亚太明珠小区门口 段小杰早就带着孩子在门口迎接 两人有说有笑 李红借过孩子亲了亲 高叔红坐在不远处的车上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当天晚上 高叔红把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 和跟踪所拍的照片放在桌子上 等李红回家 李红一进家门看到这阵势 顿时摊坐在沙发上 高叔红冷静地说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跟你玩捉迷藏了 你老实告诉我 你和段小杰到底是什么关系 铁证如山 李红值得坦白了一切 段小杰大学毕业后 应聘到李红的公司担任会计 两人日久生情 渐渐发展成婚外情关系 交往一段时间后 段小杰怀孕了 李红让段小杰把孩子打掉 给他一笔钱当作补偿 没想到 段小杰的态度非常坚决 不愿放弃这个孩子 李红拿他没办法 后来 段小杰发现 孩子出生后烦恼也来了 出生证上没有孩子父亲的名字 无法办理落户手续 户籍民警告诉段小杰 即便是非婚生子女 也要通过有效的法律文书 确定孩子的抚养权规署 但李红和孩子的关系 无法通过任何文书体现 自然也无从谈抚养权的归属 于是 他想为自己和孩子争取一些权益 希望李红能给他们买一套学区房 他向李红哭诉 他和高叔红的两个孩子从小读的都是好学校 李帅也是他的亲骨肉 不但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连落户问题都解决不了 更别提上好学校了 李红觉得 在他和高叔红养育的两个儿子的成长过程中 自己太忙 根本没时间陪伴他们 现在他事业稳定了 有大把时间陪伴孩子一同成长 虽然他给不了李帅一个完整的家 但他认为 其他孩子物质上有的 李帅一样都不能少 正当李红为给李帅上户口范畴时 他突然想到了弟弟李伟 如果将李帅的户口落在李伟名下 他婚外生子 以及给情人买房子的事都能掩盖过去 于是李红和段小杰商量 想让段小杰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和李伟确定关系 让法院认为李帅系李伟所生 这样以后不管是落户还是买房都能顺利解决 接着李红去找李伟商量李帅落户的事 李伟想反正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就答应了 很快段小杰向法院起诉了李伟 要求李帅归自己抚养 李伟支付抚养费 不久 两人就从法院拿到了调解书 调解书确定李帅的抚养权归段小杰所有 李伟每月支付3000元抚养费 拿到法律文书后 段小杰迅速为李帅办理了落户手续 李红拿到调解书后 开始着手帮段小杰购置房屋 李红最初想把钱打给李伟 让李伟去支付房款 但李伟那时和朋友产生经济纠纷 对方已经起诉他 李红担心自己的钱一旦打给李伟 李伟的账户可能会被其他债权人 通过法院给冻结 所以这条路行不通 思前想后 他只能自己去刷卡 支付了买房首付 李红抱着侥幸心理 觉得自己是个生意人 本来银行账户进出流水就多 高书红未必会留意 即便高书红留意到了这笔流水 法院的调解文书也能确定李帅和李伟的关系 到时候只要和高书红说 这房子是李伟买给李帅的就行 李红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但他没想到高书红还是发现了他的秘密 李红的坦白让高书红听得目瞪口呆 大哭一场后 他要求李红和段小杰断绝往来 并把购房款要回来 以后不准再去看李帅 李红虽然不愿意离婚 但李帅毕竟是他的亲骨肉 让他把购房款要回来 他做不到 让他从此不再去看李帅 他更做不到 随后 高书红搜集了所有证据 聘请律师在当地法院起诉了段小杰 请求法院判决段小杰归还70万元 庭审中 段小杰拿出一年前的那份法院调解文书 声称自己和李伟是男女朋友关系 李帅是李伟的儿子 房子是李伟为自己购置的 而李红付给开发商的钱 实际上是支付给李伟的工资报酬 法官听取了双方的举证和辩论 进行了法庭调查 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 真相也浮出水面 最后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红赠予房款的合法性 现在虽然无法证明孩子到底是谁的 但高书红出示的证据 能够确定李红和段小杰之间存在着 不正当的婚外情关系 李红用夫妻共同财产为第三者 购置房产有为工需良俗 赠予行为应被撤销 最后 法院判决段小杰退还购房款 李红为了掩盖婚外生子 竟然利用弟弟捏造与情人生子谎言 高书红觉得 要想拆穿丈夫的婚外情 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证明段小杰的孩子 与李红有血缘关系 该如何打开这个突破口呢 正在高书红一筹莫展时 他了解到 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民事案件 启动监督程序 便向检察院举报了这个案件 检察院案件监督部门通过查阅 高书红提供的基础证据材料之后 迅速展开了摸牌工作 检察院通过调阅诉讼卷宗 询问当事人 了解到一年前 在法院的这起抚养权调解案件 很可能涉嫌虚假诉讼 于是 检察院又将此案移交到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通过DNA检测等手段 确定了李红和孩子的亲子关系 铁证如山 李红只好向公安机关 交代了涉嫌犯罪的事实 接着 检察院对李红、李伟、段小杰提起公诉 2021年5月28日 当地法院开庭审理李红、李伟、段小杰 涉嫌虚假诉讼一案 庭审中 李红聘请的律师提出 李红并没有参与一年前的抚养权调解案 他不是这起案件的当事人 不应当构成虚假诉讼罪 虽然李伟和段小杰在法庭上做了虚假陈述 但也是因为段小杰想为孩子办理落户手续 这份调解书并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二人也不应当构成虚假诉讼罪 法院经过审理后指出 虚假诉讼罪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定罪标准是为捏造事实提起诉讼 本案中 李伟和段小杰捏造了同居关系 捏造了李伟为李帅父亲这样的事实 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没有对他人的权益造成侵害 却为后续李鸿为段小杰购置房产提供了便利 更重要的是以这样的虚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图以合法化的法律文书掩盖非法的关系及行为 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 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 李鸿虽然不是调解案件的当事人 但他参与了整个事件的谋划 所以应当认为他是虚假诉讼案的共犯 法院认为三人的行为 严重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 且不符合自守条件 但认罪态度良好 可以从轻处罚 最后 法院判决如下 段小杰 李伟犯虚假诉讼罪 各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李鸿犯虚假诉讼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获知判决结果后 高书红正式提起与李鸿的离婚诉讼 定分得了应得的夫妻共有财产